香港疫草可惠狼接狼 新变种病毒流入香港 还已经攻陷了深水埗区一带 它就是Omicron BA.2 爱营病毒 香港首宗BA.2 变种病毒 源自43岁巴基斯坦瑞女人 她早前返港后 在油麻地海景斯丽酒店坐完疫监 出社区才发现中招 她首先在酒店 和不同房的五个人产生交叉传播 重返社区至今 一传至少19人 出现至少三代传播 传播链还不断延伸 继日前一传10个亲友 包括老公、子女无一幸免 再传染给任职外卖速递员的朋友家庭 不但他们住的大坑东邨东满楼 还出现垂直传播 传给楼上女住户和女童 一定有隐性 否则不会突然出现 传染性高 一路上升就很惊人 都不担心得那么多 始终这个病毒无处不在 BA.2传染力惊人 她还和及巴裔女人儿子的学校师生 两个儿子就读的美夫地利亚修女 纪念学校的百老汇分校 总共有五个人中招 包括和她16岁的儿子同场考试的三阴班 共三位同学 另外还有市场监校的58岁女教师 而在师生也有佩戴口罩的情况下 市场依然爆发病毒 情况堪如 这也不止 和染疫学生不同级的12岁男生 都依然中招 同学染疫未能及时发现 令到疫情继续蔓延 不同校的一样出事 他们是地利亚群组 三阴班16岁男同学的亲友 包括住在东涌的14岁家人 去过男同学家里用膳的 11岁男生朋友 而男生朋友还惹了她两个哥哥 分别是14岁和16岁 最近美肤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 白鲁回分校的 荔枝角公园流动检测站 今天中午来检测的市民都不少 人笼足足有50米那么长 我怕Delta多些 Omicron外国的Data 都是觉得死亡率不太高 张竹军医生叫我来做检测 因为他说住美肤的人要来做检测 如果再呼吁要再检测 便再来检测 我觉得尽市民责任 我听见他们的街坊说 有检测就没所谓 看大家安全些 有该校的学生 在今天完成最后一个考试之后 被通知要在2月7号前 完成六次强检 而在附近的另一间吉利警分校 同样有学生收到通知要来做检测 老师都不放心 和政府说我们这儿都属于危险地区 希望我们做个检测 始终学生和老师的距离都会很近 和会有交接 双方都不知自己有没有中的时候 就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BA.2的传播途径 不外乎都是会透过飞没传播 有限度的空气传播 当然就是说 会不会是有一些 譬如在一些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而你带有病毒 你噴出来的飞没可能 缘乏在空气当中 一段时间 当其他人又脱下后站 可能会感染 病症上 可能像流感 或者一些感冒病症 变相一般人 就以为自己中了一些流行性感冒 疏于去理 继续和其他朋友社交活动 造成可能会广泛传播 第五波疫情势不可挡 病毒还杀入校园 至少六间中学近日 都相计有学生中招 迪利亚修女 纪念学校群组的16岁男同学 传染给就读在香港管理专业协会 李国宝中学的家人 还有一宗源头不明个案 患者是就读在 性药室英文中学的中六学生 今日教育局宣布 中学在下星期一开始暂停面授课堂 对中六学生来说是一个恶好 这两三年 当中我们不停停货面授 断断续续 真的不会100%掌握到 课程中要学的内容 如果是真的可以留在学校 那我一定是想留在学校 畢竟一班人可以回来找书 可以一起做一起讨论问题 还可以即时去和老师去问我 一些不懂的问题 教育局就说基于被战文凭史 中六年级可以弹性处理 我们现在都倾向中六的同学 就会维持面授 就是他们四班学生 就会回来学校上堂 其实这一届的同学 在过去两年里面 疫情的反反复复 停货货货 不同形式的上堂 对他们的学习进途 其实是有一些打击的 那如果都能够让这一班的同学 在迎接文凭史最后这个阶段 可以稳定一点的 就是那个学习过程 我相信对他们的心理 那个角度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好 男女语 有点 大